Hello,大家好,我是Anko 我是Max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怎么讲,应该是我最近非常着迷的一种生活理念 重新找到了人生的定义 就像邪教一样 没有了,没有那么夸张 它就叫做极简主义 其实你知道极简主义它是从哪里来的吗? 欧美,欧美 对对对,应该是从欧美那边发展过来的 然后极简主义它其实类似于艺术流派 这种艺术的表现形式 它的那种艺术作品大概都剥离了很多杂讯 然后还原它的表现物体的本质本源的一种感觉 回到最纯真最朴熟的那个状态 对,就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素 后来它渐渐是从艺术的表现形式 它也是慢慢的发展到了一种 越像人生哲学或者说生活哲理这种感觉 哦 其实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断舍离呢? 有,我有听过 我有看蛮多YouTuber也是做那种断舍离的视频 它是从日本兴起的那种理念 然后这minimalism它有点像欧美 其实它们在本质上都有点像啦 撇去很多繁杂的东西 然后回归本源回归本质 它的目的呢就是让你能够生活得更快乐更顺行 听众我们想要分享的呢 就是如何通过极简主义来让大家得到更多的钱 省钱大法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叫做钱虽然不是万难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就是听过钱无所不能 什么行为跟钱最无关系 买咯 怎样获得更多的钱呢? 就是减少你买买买的次数了 有点困难耶 其实像现在这个社会嘛 是一个非常消费主义的社会了 天天24小时被不停的被广告轰炸 以前是电视广告的 然后现在包括你去一些视频平台的广告 就五秒钟那种你要不要效果 然后那些广告其实大部分都是叫你去买东西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所有的信息都在叫你买买买的社会呢 其实你不买是非常难的 打开淘宝 我一定会买一样东西之后才会关闭淘宝 这些买呢 渐渐的也成为了一种压力 有时候你会被动的买一些东西 就好比说你不买什么东西 你可能就跟朋友没有话题聊啊 都不像潮流 这些广告它其实它一般都是像我们兜售一种思想 就比如说你买了这个产品 你就会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好车广告里面的主角一般都是成功人士 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买的这辆车 我就成了成功人士 还有很多衣服跟化妆品的广告呢 它里面都是帅哥美女 就会让你有一种感觉 好像我买了这个衣服跟这个化妆品 我就会成为这条街最亮的仔了 它并不知道还有比它更亮的仔 这还蛮难控制的啦 对就是它这些广告呢 不停向你兜售这些理念呢 让你植入一种感觉 就是说我购买了什么产品 我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总之就是多方便这种影响嘛 它就会让你有时候买东西 并不是你自主的一个行为 而是受到你环境的影响 所以极简主义呢 我就希望我通过它能够减少这些周边东西 对我的影响 让消费这个行为 真正正正的回到我自己的一个行为了 这行为有点像你躲在一个隔离室 就把自己跟外面隔离起来 对 我刚开始接触极简主义不是特别久 但是呢我觉得它对我最有用的一点 让我做一些购买的决定的时候 会更加考虑到 我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个产品 就可能会减掉很多不必要的开支了 像是买衣服嘛 每一季流行的流行色流行款式 很多男生女生可能就会觉得 我每一季都要买新的衣服 虽然每一件都很便宜 但是加在一起 其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像我的话我的心态就是 我不会买很贵的 反正它下一季就是要换新的一款吧 所以我就买比较便宜的 它因为价格很便宜嘛 它的质量跟剪裁其实没有到那么好 作为一个极简主义者来看呢 可能我会更加愿意 把几次购买衣服的钱 把它省到一起 然后去买一件价格跟质量 都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衣服啦 这样你每一次穿它的时候 它带给你的那种穿着的体验呢 也会比较好 买的更贵的衣服 它可能会有更好的品牌啊 更好的剪裁 它的那种时尚感跟流行感 比较长的 它很长时间不会过时的那种 带看的吧 对 如果现在让我来选的话 我可能愿意去买一件衣服 它的设计会比较能够 很长时间会觉得比较好看 其次它的品质会比较好 能够让我穿的比较舒服 然后穿比较久了 大家可以从视频里面看得出来 小助理的衣服就只有那几件 其实我是希望这些衣服 第一呢 它们颜色不要特别的出条 就会买什么 灰色黑色白色藏青色 一定是要没有logo 对 均绿色没有logo 没有花纹的这种 第一不会很出条 怕它们过几年会过时以外呢 它们之间互相也很好搭配 这样每次我穿衣服选衣服的时候 就不用说去 花很长时间思考今天要怎么样搭配啦 因为它其实抓两件过来穿 都是互相可以搭配到一起去的 对女生来说有点困难 对女生来说这点可能比较难吧 因为女生好像总是喜欢穿 不一样的衣服 永远都不嫌衣服多 男生可能就无所谓的在穿衣服这方面 看来有些男生比较爱美 那么说到现在好像极尖主义 就是让我们不要买东西对吗 其实它也不是 它就是说你可能要更加的有意识 你需要什么东西跟不需要什么东西啦 假设说你是一个非常在意自己外观的人 你仍旧可以买很多很多衣服 但是肯定有舍必有得嘛 你可能有些东西你不太在乎 可能你并不需要开很好的车 不需要那么大的一个房子 你不需要那么多家具 肯定有不太感兴趣的部分 节省掉你的开支 把你的钱用来花在真正能够让你获得快乐 让你开心的东西上 这么讲话我大概可以接受啦 总有几样东西是你不感兴趣 然后有几样东西是你不要感兴趣 总是有东西你是不想要放弃的 可能有些人很喜欢读书啊 有些人很喜欢收集一些东西 这些都是如果他真的能够让你带来快乐 他会非常的支持你去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投资啦 重点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什么东西 是自己真正让自己获得快乐 然后什么东西是别人告诉你你需要 但是你不需要 因为现在真的是很多周围的影响 让你总觉得你好像需要什么东西才能够得到快乐 只是在我看来呢 我觉得这种类似于买它买它买它这种口号 就有点像在洗脑的感觉了 确实有点 因为你看很多人买嘛 像说我不买我是不是up了 而且有时候你会感觉不买我就吃亏了 对对对这什么好货很多人都抢 种种的影响总是告诉你你需要消费 通过消费才能够实现你的价值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的个人价值永远是不可能通过消费来实现的 其实基建主义呢 除了消费以外 它还包含非常非常多的部分啦 因为我自己也是刚刚接触 所以我对它的理解还是比较少 但是我知道它是一种生活的理念嘛 其实对待于你个人的提升呢 你时间的管理 时间管理大师 你如何分配你的时间 你如何分配你的经历 如何分配你的亲情和友情 其实都可以通过它来了 可以去掉一些你觉得对你没有好处 不让你快乐的东西 然后让你去更加折远于你让你快乐的部分了 可是有时候买东西很快乐呀 我觉得消费它更加类似于一种刺激 你可能买一个新的东西之后 三五天都非常的高兴 可是过了那个刺激期 你就对它没有什么感觉了 那就再买一个 就是可能有人一开始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吧 说到这个如何去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呢 其实基建主义它也有一些 类似于挑战一样的东西 它有点什么三十天一百个物品的挑战 或者让你三十天每天丢掉几样东西的挑战 它就让你在这些取跟舍中间慢慢的自己开始认识到自己真正感兴趣喜欢的东西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可以拍相关的话题了 可是如果选择困难症呢 所以它是一个挑战 它就是有定条条框框说你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逼着你去做出选择 非常的难 我觉得选半年可能没有要丢的东西来 对 如果你自己真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自然会做到 你现在做不到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做吗 我还没有那个觉悟 对 你就是想要拥有东西 这样也没有错啦 就是可能各个人选择各个的生活的方式不太一样 可能有些人还想要省钱了 可以尝试 不知道镜头前的大家是怎样的消费观念呢 你是否能够赞同基建主义这种想法呢 赞同的话点个赞 然后扣1 好 今天小助理的分享到底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无不无聊呢 如果无聊的话 可以在底下评论让他不要再出现 千万不要这样 谢谢 千万不要这样 谢谢 千万不要忘记给我们点个赞 记得订阅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